朱婷的去向问题一直引发大家的讨论 在之前参加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的时候 朱婷已经明确表示 这是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 所以如今随着奥运会的征程结束 球迷也在猜测朱婷到底去向如何 会不会选择退役呢 从目前来看 朱婷饱受伤病的困扰 在这一次奥运会征战期间 也是带伤作战 问题比较严重 另外一方面 朱婷如今已经快30岁 身体机能各方面都比不上年轻的时候 所以如果朱婷心灰意冷 选择离开自己最爱的赛场 其实球迷也可以理解 不过就在最近 在很多球迷担忧的情况下 朱婷还是给我们传来了很好的喜讯 接下来我们有机会 在今年继续收看朱婷的比赛 而且极有可能是在国内 2024年女排试剧杯 将会在今年12月17号到22号 在中国杭州举行 这一次参加比赛的球队 达到了8支球队 那么其中就包括了朱婷 在本赛季新加盟的豪门球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 接下来也意味着 朱婷赶赴一甲联赛球队报道之后 极有可能会跟随他的球队 在12月份重新回到国内 参加试剧杯的比赛 到那个时候 我们球迷就可以在国内的赛场 去关注朱婷的表现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虽然这一次朱婷出战的 并不是国内的球队 但是能够看到他身着球衣 出现在赛场 也是一种快乐和幸福 所以到时候有时间的球迷 可以到现场为朱婷加油打气 当然 至于朱婷未来会不会继续 为中国女排征战比赛 我们还得看一下朱婷的状态如何 她这一段时间 还需要通过刘洋来调整她的伤病 如果将来中国女排真的需要朱婷 我相信 只要她还在赛场上 肯定会为国家队去出一份力 至于朱婷将来真的有一天会选择退役 她的去向如何 目前来看应该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点就是转型当教练 朱婷是一个能力出色的球员 而且表达能力极极强 包括平时在比赛场上 也是充当领袖的作用 所以如果朱婷在退役之后 能够选择当教练 肯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教练 将来说不定还能够成为 郎平的接班人 除此之外 就极有可能会转行 成为研究历史方面的老师 因为据了解 朱婷在北师大选择的研究专业 就是历史专业 因为她本人对历史非常感兴趣 所以将来如果想远离赛场 不排除朱婷也会从事自己 非常感兴趣的一些冷门项目 当然 不管朱婷最终会选择 做什么样的工作 球迷肯定会给她送上祝福 因为在她最青春的年华 她已经为中国女排贡献了所有 球迷肯定会给她的